3月3号北大校友李永新向北大捐资10亿元 将全方位用以支持北大的发展建设 这是北大建校以来获得的最大一笔个人的捐赠 也是最大一笔的校友捐赠 李永新是1999年毕业于北大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 现任中工教育集团董事长 取之社会回馈于母校 那对于这份行动 网友也纷纷表示点赞支持 其实说到北大 我们也想起了之前一条有关于他们的新闻 就是北大清华互相开放本科课程 让既无缘北大又无缘清华的小伙伴们 狠狠地吃了一把够粮 如今又有两所高校抛橄榄枝了 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校际互选课程开放了 2021年春季学期 南开大学向天津大学本科生开放了九门知识课程 这个消息一出 已经毕业的学生们三分表示 酸了 怎么我们在的那会儿就没有这好事呢 我们也一样 毕竟我们上学那回子 都从来没听过这样的消息 对啊 课程互通 资源共享 这个其实还是有利于学校的发展 包括人才的培养的 但是这个天大和南开特别容易 他们就中间隔一着墙 门打开就行了 所以说呢 北京和天津的大学都开了头了 估计会有更多的学校加入其中吧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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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